AHM音樂台特備專輯 HKCCM2011專輯 誠邀嘉賓和你分享 對本年度香港基督徒流行音樂的看法 歡迎你又來到HKCCM2011專輯 依然繼續有CBN的Jason和Michael 今天就是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想從CBN的角度看回 過去這一年整體上 本地基督教的方向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CBN 你們接下來的新發展 沒錯 我先說吧 我是Michael CBN2011的音樂事工 其實我自己可以回想 都做了很多事情 繼續做一擊音樂 一路年頭做到11月 一路都差不多每個星期出門 拍過一些MV 有搞音樂的比賽 有搞音樂會 譬如雨美的音樂會 都算是一個大型的音樂 比較特別的是去年 其實我們去了五個不同的地方 帶著五個音樂單位 去外地拍一些音樂見證特輯 雖然沒有正式出門 現在很多都是在剪接 或者是後期製作當中 這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再說一說 譬如我自己去年跟何基友去北京 跟鄧遠齡去貴州 另外我們有其他同事 跟了裕美和張彥博 去馬來西亞 Jason 或者你又說一下 我跟劉爾達去美加 還有中士兵達去台北 我再說一些構思 為什麼會有這個 夢想是音樂世界是我 這個系列 事源我們2011年 已經撤離亞洲電視這個平台 去到網絡世界去網絡世界 去網絡世界 其實我覺得有危就有機 對我們來說 可能失去一個電視固定的平台 但是當我們在互聯網世界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放眼世界 可以更加接觸多 不同國家的大型姐妹 就因為這樣 我們有這個構思 不如帶不同的歌手 去到不同的國家 和當地的大型姐妹 去玩音樂 講夢想 互相極厲生命 五個非常美麗的故事 所以就有這個構思 我或者講一下 我去過那兩個旅程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譬如北京河基友 他會去探望香港老朋友 譬如金培大哥哥 或者去到一間香港人經營的餐廳 那間餐廳很有基督教訊息 那間餐廳很像香港的開放 有機會讓阿K上去唱歌 講見證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 去到貴州 因為都是一些比較窮困的地方 我們帶著咪咪去山區 山區的小朋友很熱情地穿著民族服裝 唱歌 咪咪又唱歌給他們聽 雖然是相處一段很短的日子 但到了晚上 那些小朋友已經捉著咪咪姐姐 繼續唱歌 繼續玩 到了他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離開的時候 大家抱著咪咪姐姐不讓她離開 大家知道咪咪姐姐有眼淺 看起來很感動 她比我都會 這也是兒哥姐姐 有時我們做音樂 做歌手 做製作人 想過很多事情 想過很多話 有時生命交流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清唱很簡單的歌聲 可能我們的國語根本就不太棒 但是生命交流令我感動 完全贊成 那你那邊呢 我上星期 上一集都講過 少少關於劉爾達和忠勝兄弟的Triple 但想補充一點就是 我覺得上帝比較有很大的福氣 或者很大不可思議的經歷 因為我小時候是達明一派的粉絲 我在1986年不買他們第一張專輯 有誰不買的 但我能夠有機會跟我其中一位偶像 一個最新相望人 一起上路去北美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非而所思的 當地很多 無論是信與未信的朋友都有同樣的感覺 因為他們覺得能夠在自己教會 或者在一個社區會堂 看到劉爾達這麼平易的人 跟他們玩音樂 一齊去夾樂隊 他們覺得是很精彩的一件事 正如說 台北就是 看到台北的音樂人的團結 那份對上帝 音樂人的熱誠 都給我很多鼓勵 那我自己覺得 很期待這五套製作 當我們將它剪輯成為一個documentary的時候 出來相信會對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影響 鼓勵和火力會繼續燃燒下去 很期待 快點出 不過始終我們智慧有限 資源有限 其實我們仍在思考如何推出 可以對教會 或者年青人有更多的火花 大家都要紀念我們 而且我也想補充一下 我們《一機音樂》11月就停了 其實最新動向是怎樣 其實最新動向暫時都是我們可以探索階段 因為我們做了這個節目已經四年多 可以這樣說 我們繼續做下去 一直做十年都沒問題 但我們不想為做而做 我們反而去想怎樣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才停下來 雖則停 但其實沒有停的 即是我們的音樂事工 例如我們的MV繼續拍 手足門都已經很努力去剪輯幾隻 或者一些歌唱的創作比賽 我們相信今年的節目都會繼續做下去 音樂節目我自己相信 都一定會再度出現 爭取以什麼形式和平台去見面 另外我想我們CBN也有很重要的音樂平台 就是One Music Radio 和One Music Box Jason不如說一下 對 都覺得過去One Music Box 今年是踏入第三年 看到無論是業績方面 或者認知性都不斷在大 尤其服侍海外的電影姊妹 更加需求大 很多的 例如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甚至日本和地馬拉 我們收到很多奇怪的命令 而我自己很感恩的是 原來C歌真是永恆的 很多人買回一些 不如一起唱一二的歌 或者很多你想不到的歌曲 你都未聽過的名字 但他們就迎合到他們的需要 另外一個 每個手機都可以聽到 所以你每次都可以聽到 很多的詩歌 這就是給我們很大的祝福力 好 我希望再呼籲大英姊妹 為我們的音樂事功祈禱 我們實在是需要謙卑 以及實在是需要大家的一些 可能意見 可能一些的advice 以及最重要的是大家的同工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對音樂的情況沒有減過 我們CBN對音樂的承擔 沒有減少過 只不過我們停下 希望做得更加好 希望更加以一個重新的領袖 重新的使命 繼續上去 去祝福我們 鼓勵更多的大英姊妹 和音樂人繼續同行 就是我們的使命 我補充一點 因為始終CBN 主力都是一個音樂的平台 不是一個製作的單位 所以其實我們是很靠 音樂人們 製作人們 他們努力的作品 簡單說 他們做得越出色 我們就越多素材去推動 希望那群同行者 都是跟我們一起努力 大家做好它 我們就可以能夠 運用我們少少的平台 將他們的精彩音樂 去跟大家分享 所以上學 最近我有一個現象 我最近也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這兩三個都在想 我看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剛剛2001年 我們很多同行者都很努力 但是有幾個平台 好像開始有少少退下的情況 好像CBN 剛剛聽完你們對前景的分享 我也安心了很多 譬如之前的火爾音樂人 就退下了 當然我們HM音樂台 我們也要繼續去想想 像剛才Michael所說 我們也想再想想 如何適當運用我們有限的資源 去繼續推動這個圖蘭音樂 市場好像比較黃 但幫忙做推動的 幾個機構就好像很艱苦 即是花必興旺 那是必需的 這個現象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大家觀察到 我覺得 其實觀乎整個 整個香港音樂的工業 都是 敏敏理 有一點點衰退 如果看外面的頒獎禮 你有幾首歌 你認識的 或者聽他們說的賣碟數量 演唱會的票房 其實整個事情好像正在衰退 但我覺得 只不過是在另一個層面 它翻出來 譬如我們看到很多 在Youtube上面 很多是很Raw的 音樂人 或者組合 自己拿著吉他 唱歌 可能有十萬八萬人去看到 可能 進入了千禧 第二十年 可能 我們心目中所想的音樂 樂壇 無論是福音樂壇 或者主流 都已經是偏向了那種 很個人化的 我今天 我不需要簽了某個電視台合約 我已經是一個歌手 我拿著吉他 撐起一個melody 我放在網絡 可能是向著這個發展 所以我們作為 其實我們跟Alan 就是行家 就是拍檔 我們要密切看實 我們都要更新一下 我們自己的眼光 我想這件事可以鼓勵到 或者吹逼到我們 其實那個媒體的環境正在轉 不可以再以往一個電視台 一個固有的電台去做這些工作 因為現在我們真的要去探討 它在網絡世界裡 我們怎樣去用這個工具 去將我們的產品 或者將我們所做的事 可以廣泛流傳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令我們 正如Michael所說 要更新自己 要不斷進取 和多想辦法 世界是變的 例如最近 勁歌金曲頒獎禮 很多人在Facebook留言 我看到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說話 現在勁歌金曲 已經變成了非主流 但又對 我想我們要一邊更新我們的眼光 將會是我們接下來的 一個挺大的課題 Alan 你怎麼看呢 你說有些推動音樂的機構 好像很辛苦 其實我經常覺得 都挺神蹟的 如果我看過去 2004年 即是火耳音樂人 一直到CBN 過去幾個年 這幾個機構 一直 我們HM音樂台 一直想做多些推動的工作 很有使命 很值得欣賞 但我經常都有問 究竟我們怎樣生存 如果是火耳音樂人 可能有些資金 CBN 又有大英姊妹的支持 是否這樣 但我們真的能夠 跟我們剛才所說的 音樂夥伴 大家互相能夠支持 我當然只是在資源方面 似乎還未能建立 一個血管的通道 所以大家都是 我覺得 過去做到是一個奇蹟 所以將來 未來是怎樣 我們都繼續 好像Michael所說 繼續升級自己 再想想是否出路 我也想鼓勵一下 大眾電影節目 或者一些樂迷 因為C歌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還是很功能性 如果能夠在團契 帶到詩 在崇拜 帶到敬拜 這些歌 我鼓勵大家可以擴闊自己的眼界 和張開自己的耳朵 其實市面上 很多很有心的歌手 創作人 寫很多歌 未必適合你們的崇拜 用到 未必能夠為你們團契帶師 但我相信 這些歌者 他們的生命的經歷 絕對是能夠觸動到你的 一定 因為如果沒有了他們的支持 沒有了整個industry 根本就 沒有人買碟 沒有production 沒有production 我們想找更多的東西 去拍 也沒有題材 那整個就衰退了 所以我想 鼓勵聽眾們 你們大家一齊 支持創作人 支持基督教推廣的媒體 我們互相支持 不要死 再一次多謝 我們是Jason和Michael 八亡抽空來幫忙 多謝 多謝 希望我們有更多機會 可以分享 本地基督教徒蘭音樂的話題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你現在收聽的是 AHM音樂台 我是露露 三個W.AHM.ORG.H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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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